嗨 今天終於結束了 就是會講濕疹 今天這個題目 我知道大家等了很久 你說要講濕疹 講多久都沒講 所以今天就真的會結束 今天一次能夠講完所有的濕疹 其實是未必的 因為這個題目很大 如果你要用這麼多的角度去講 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今天講不完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可以分幾集去講 我們會用西醫的角度 中醫的角度 然後我們會用情緒的關連 能量 靈性的角度會在這裡講 透露一點點 但不會講太多 因為始終不希望有些 某些宗教人士受到冒犯 所以我們可能要避開 將來在能量場內才搬回到那邊講 今天大家留意到 我是沒有那個Headset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收成怎樣 Headset就不知道被貓玩去哪 不易而飛了 因為我知道自己每個禮拜都要做節目 其實我保持得很好 但是很莫名其妙地 它真的 真的不見了 OK 好了 現在知道我們開了麥克風 就趕快坐定 OK 因為密集會這樣講 很多資訊 Hello Jaclyn Hello my dear Alan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給我一些回答 如果覺得聲音很遠的話 我會接近一點 OK OK 聽得清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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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繼續繼續大聲 因為 就是那句 回到來才 蛤 去哪 聽筒去哪 就是那個 OK Hello Jason Hello everyone OK 所以我們開始了 好嗎 我現在快點分享多幾個地方 那 糟了 我分享到那邊 嗯 給我多一分鐘 很快 OK OK 似乎未分享去 心同感受 現在去 OK OK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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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OK 個人比較黏 等等 好快 那叫做Wellness Wonderland 再加上我自己 OK 好了 超級大 topic 中醫肯找數 OK 好 好 幾個層面開始說 首先就是中醫的角度很簡單 中醫的角度就是跟皮有關 OK 那中醫跟西醫最大的分別 就不是一個是中國的學說 一個是西方學說 很簡單 而是我們要說它牽涉到的層面有多少 西醫的角度 就是 Allopathic Medicine 就是 他們叫做Atopic Dermatitis Derma就是跟皮膚有關 就是Derma 接著ITIS Titis OK 就是通常跟發炎有關的 OK A topic 就是在皮膚表面 OK Inflammation 在上面 OK The top OK 所以就是說 這個A topic Denote之間就是 它是一個 和免疫功能有關的 OK 引起的一種發炎狀態 好了 當你一說到發炎狀態的時候 其實 聽開心動感受的節目的朋友就知道 你一定要將你的飲食裡面的 有史發炎的這個元素去除 OK 如果不是你可以不斷地吃藥 塗藥膏 那樣 但是都是那句 如果我的後門沒有生疾 OK 我前門有打開的話 那你就不要怪自己家庭 如果不見東西 OK 這是正常反應 那如果你真的要你的病情 能夠得以控制 OK 就是 你前後門也要生疾 OK 然後在裡面再做個大掃 OK 那西醫普遍的做法 就是它會開藥膏給你的 OK 那藥膏呢 那藥膏呢 就裡面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通常都含有類固醇 OK 這樣就 而我們叫做 最溫和的藥膏 其實是在Albert Account 都買到的 很容易買到的 那它裡面是有 類固醇的成分 OK 那就是Hydro Cortesone OK 那一個是跟什麼有關呢 跟我們的腎上腺分泌的類固醇有關 那通常是0.5至1的強度 非常之溫柔的 那如果你是要塗在鼻手 腳 手肘的位置 它的濃度需要再高一點 因為通常這些位置的皮膚 是最厚身的 OK 塗面啊 皮膚那些 我們叫做面部 可能頸 這些位置 心口這些位置 比較薄的皮膚 就 一些over the counter 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發覺 塗一些都不夠的時候 醫生通常會開什麼呢 就不是藥膏 就是Ointment 膏狀的 即是很厚身 很健身的 OK 好了 那我們 這個就是over the counter Hydro Cortesone 你可以就這樣買到的 OK 但是呢 如果你查一下 你發覺都沒有用的話 醫生可能就會開別的東西給你了 例如什麼呢 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些Ointment 還有呢 就有機會就是開一些藥給你吃的 OK 如果我們叫做口服的話 OK 這個就當然要醫生開了 那藥膏的話 有Illidale 和Protopic 這兩隻 OK 都是用來treat 很resistant 很硬正 死到不能走 賴死不走的 Azema 就是濕疹 濕疹其實跟濕疹沒有關係呢 沒有關係 但是剛才正正相反 它是非常非常乾的 OK 最乾最乾的皮膚 就是熱情的沙漠 還要再乾一點 OK 所以呢 其實 聽起來就是 我們要怎樣內外夾工去處理它 就是 你說我只要買在西醫的角度 那Sure 你不會繼續塗藥膏 你明明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我也想提提 就是 雖然它本身皮膚都有一些 就是長期要處理的情況 那它在加拿大 加拿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醫藥分家的 那醫生就有跟阿叔的次官說 就說 你不要長期查 有類固醇的藥膏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順上線 OK 那當然是非常良心的醫生 OK 所以 所以 有些時候 可能 不是出現什麼特別大的場合 或者不是特別 就是需要 就是 譬如說 情況不是太差的話 就 不管它 有它 那樣 譬如好像銀舌病 或者濕疹都是 但是有些事情 你知道是一定可以避 的 例如我們說外在上面 就是避開太熱的水 洗澡 OK 這個可能你也聽過了 就是不要用熱水 你盡量就是接近皮膚的溫度的水 OK 即是 如果是嬰兒 你要洗奶的時候 沒有一個手肘去試 OK 接近皮膚的溫度 不要太熱 那就是什麼 你現在有桑拿不行 steam不行 好不幸地 OK 另外就是說 你盡量不要碰水 因為呢 皮膚很乾很乾 濕水好像很舒服 那樣的問題 其實你每次濕水 它都會帶走水分 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嘴唇乾的時候 你嘴唇乾的時候 你嘴唇乾了 OK 因為它會再帶走 更加 揮發得更加多的水分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如果真的有濕水 你要注重的是什麼 就是保濕 OK 這個容後再說 OK 好了 我們要留意什麼 我們還要避開 就是harsh cleanser 就是一些 你覺得很棒 香噴噴的 洗澡的東西 不要用那些 OK 我們反而要用一些 最好 最好就是手工皿 對 手工皿裡面最漂亮的 叫什麼 研磨皿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做了一批手工皿出來 接著 age了可能三年 五年 再將那批皿 再磨 刨絲 好像刨絲 刨絲 再加些浸泡油 再拆 再做 本人 就是用那些皿去洗澡 洗臉 是滑滑滑的 非常之好 那些皿 但是普通的手工皿 你可能很容易買到 但是呢 研磨皿是難買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 那個人要把皿 放在那裡 就是三年 你說五三年 也一年 那個成本都是貴的 尤其在香港租金 沒有那麼貴的地方 所以研磨皿 是難買到的 如果你說我真的買不到 你可以嘗試普通的手工皿 留意幾個字眼 第一 它要是這個 就是冷製 冷製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油是沒有加熱的 OK 溫度都是三十幾 不超過四十度 這樣叫做冷製 不會破壞油的有效成分 OK 另外就是 它裡面有的皿 的成分 是不是漂亮的皿 還有 我來講皿 我來講皿 而且它長的時間有多久 這個也是關鍵 OK 那可能你說 我真的找不到 我不知道哪裏有 當然你可以上來找我 但是如果你不想光顧我 你說 我不會買你的東西 Fine 沒有問題 你在街上有一個牌子叫Cetaphil Cetaphil Cetaphil 就是 本身是一個皮膚醫生 開給病人 病人 病人有濕疹 牛鼻痠 或者是病發炎 或者是做了Laser 之後都會用這個牌子的 沐浴露 或者是洗臉 它是一滴泡都沒有 它是奶白色 然後你推一推 用水過了它 就可以了 非常之溫和 Cetaphil 都可以的 是被Loreal買了的 OK 好了 然後 一定要保持它的濕潤 OK 有幾個大家可以考慮的牌子 就是Ucerin Ucerin E-U-C-E-R-I-N 在街上買到的 另外就是Cetaphil 就是剛才我所說 用來洗白白的牌子 OK 都可以的 這些都可以用來做保濕用的 那一個就是西醫的角度 好了 西醫是不跟你說能量的 對不對 中醫會跟你說能量 中醫講濕疹往往是說 就是皮 跟皮的角度有關 OK 我知道大家都很流行 吃什麼好 吃什麼不好 吃花膠 花膠的地方好 如果你有濕潤 你吃花膠 你很大機會會出現 OK 或者是吃海參 OK 都是的 燕窩 各方面 別人吃得好的東西 不然你吃了會好 記住這件事 甲之紅掌 穴之屁上 講了很多很多次 我知道大家喜歡即食 喜歡冷人包 喜歡就是說 別人覺得好 別人說好 我的朋友覺得好 那我就會試 但是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所以 如果有跟我做 見過我 做過研究的客人 會知道 我有部機器 首先我會幫你測試 測試之餘 我都會幫你們做一些 測試 能量測試 去知道 你的身體 這件事的處理是怎樣 但記住 中醫的角度 講濕疹一定講皮 當然他可以說你有血雨 他可以說你有風 那些其實都不及皮虛這件事重要 因為皮 它的角度跟西的角度不同 皮在中醫的角度 它是說是一系列的功能 其實它不是說單純一個器官那麼簡單 它不是避免了它出來 只是說器官 它是說 這一組的肌臨 就為之皮 皮有它的皮經 它走法就是這樣上來 然後下去 就沉著大腿內側 去到腳趾公 這樣 不算腸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你的身體 如果沒有辦法 消化或者代謝 某種的食物的時候 OK 那個食物所殘留下來 就會是毒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其實 這個節目 由最初 2017年4月開始 做 或者它的前身 我們一直在說 其實你的身體需要清理 譬如我們生酮 我們在清理多餘的糖 OK 真的不需要多糖 做咖啡罐長 是清理身體裡的宿便 清理肝膽的毒素 OK 好了 如果你說我有濕疹 我做咖啡罐長 我肯定說好 但是西醫肯定說不好 OK 又說怕你刺傷 有醫療 你問西醫 然後他就說 可以了 你塗藥膏 他會否鼓勵你心頭 他未必會的 OK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飲食上有很多事情要注意 尤其當你說中醫的皮 中醫會叫你戒凍飲 OK 糟了 幸好我沒有濕疹 因為我只是喝凍飲 我不喝任何凍飲 以外的東西 我會叫人家兵 另外給我一杯冰 大杯冰 OK 因為我的皮功能OK 如果你是中醫的角度 如果你的皮膚 那你可能真的不要喝凍飲 你試試這樣 會不會對你更好 但是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魚去避 你不如加強它的功能 日本人是專門飲凍飲 你去餐廳老闆 很恐怖 他們整個雙層的玻璃 或者雙層的膠 裡面是裝了很多冰 一杯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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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都在喝凍飲 日本人又不短命 反而很長命 所以是否要鍛鍊我們的功能呢 OK 你怎知道自己的皮的功能是怎樣 如果你有機會見到我 你可以叫我幫你測試 但如果你見不到我的話 你只會有看中醫 其實我們有一種 Localized的測試法 就是你把你的手放進去皮的主要穴位 然後伸你的手出來 然後我會幫你做一個 我們叫Energy Testing的方法 但你暫時說 我見不到你的女王 如果沒有看中醫的話 不要緊 那你暫時就當著自己皮去 你明白嗎 那你就要避開中醫所說的 他會叫你街工人 做運動 保持心境愉快 但是我上班 老手變態 同事還有賤人 那我怎樣保持心境愉快 我看到現在香港的新聞 我真的很難心境愉快 OK 好了 不要緊 但飲食都可以控制 OK 不論在西方 不是西醫 而西方功能醫學 功能營養學的角度 中醫的角度 都會叫你介口 功能營養學 功能醫學的角度 這個叫做elimination diet 他會叫你eliminate 例如什麼 dairy 奶淚製品 因為的確 大把人 其實處理不到奶淚的 OK 但是 奶淚製品 去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你濕水化得很厲害 我會叫你連 芝士暫時都停一停 但我會叫你停一星期芝士 再試試吃飯 觀察你身體的變化 供應你其他吃的東西是沒有變 OK 我全部的東西都一樣 我用一個禮拜為之機場去測試 OK 接著我三餐去吃的東西 或者我兩餐去吃的東西 和我一樣那個 eating window 都是那個時間 OK 但是我一個禮拜 我是有芝士 一個禮拜沒有芝士 Compare 身體的反應 OK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發覺沒有什麼分別 OK 這個是provided 如果你聽我的證明你在海外 你找不到我本人幫你 因為老實說 有兩件事 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必須要在現場 一個就是Energy Test 你的皮的功能 第二個就是聲音治療 必須要在現場 OK 除此之外 任何東西都在外面做 即是Skype 或者是Energetic能量 那些是完全沒有空間 時間的差別 但是如果你是在海外 例如在加拿大 澳洲 美國 你找到中醫 可以叫中醫幫你出 但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剛才所說的elimination diet D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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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as far as 你芝士都在eliminate 鮮奶 你們知道沒有了 OK Milk kefir 即是所謂的奶黑飛耳 視乎你發酵多久 因為其實奶黑飛耳 水黑飛耳 可以一天都可以 一天都可以 一天都叫發起 一天至兩三天都可以 但是裡面 如果有殘留的糖粉 即乳糖 Nactose 都會有發炎 你記住 所有發炎的根源 都是跟糖有關 所以乳糖的糖不可以 葡萄糖不可以 OK 砂糖果糖全部都不可以 OK 所以不要說 別人說 不是我聽別人說 吃山粥會好 吃榴槤會好 其實 其實 小心它 就是任何有糖的東西 你都要咳出來 而另外 也要咳出來 就是膚質 OK 就是glutin glutin 就是什麼叫做有膚質的東西 很簡單 煙煙韌韌韌的東西 就有膚質的 OK 就是猜一下猜一下 我們叫做會起筋的東西 OK 就是小麥 麥皮 麵包 蛋糕 那你說 我本身不是生糖果 我就一定要加這些 只要有膚質的 你都要加 你完全是生糖果 我明白 沒辦法 我加不到你 但是 我請你吃白飯 你都不要吃拉麵 或者公仔麵 你吃蕎麥麵 因為蕎麥其實沒有膚質 OK 都比你吃烏冬 就算大家同樣都是有糖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膚質 也會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所以 戒糖 如果最好一定是這樣 戒膚質 因為沒有隔 一定要做的 OK 好了 另外在功能營養學的角度 就是 其實 有濕疹 很大機會有 力氣咳 即是腸流 OK 簡單來說 你的腸已經受傷了 OK 腸腸受傷了 這樣 就變了很多的 蛹毛萎縮了 食物的殘渣 就卡住了 蛹毛中間 然後它發炎的狀況 是會滲到血液裡面的 OK 透過腸的內壁吸收 所以 腸流最好的 收服方法是什麼 記得嗎 就是斷食 和飲骨湯 OK 那為什麼斷食 我見過無數患者 有濕疹 我叫他斷食 立即受控制得很好的 OK 為什麼會可以呢 就因為 你想想 又去中醫 能量的角度 皮 你讓你的皮頭 你讓你的皮休息 你不要再鞭打它 不斷叫它做事 它有機會去復甦 去復原 明白嗎 還有斷食會啟動什麼 自食機制 自食機制 就是清理身體不要的東西 那你覺得 發炎是不是你身體需要的東西 不是 OK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16年的時候 就是 糟了 哪間大學 Yale 耶魯大學 做過的Study出來發現 原來斷食了3天之後 應該跟MTOR有關的 就是你身體發炎的訊息 要停止 OK 因為你的身體說 沒有東西吃 我們要先處理這件事 當然不要發炎 簡單去理解這件事 所以就說 如果有濕疹 有慢性發炎的人 你更加需要做斷食 當然你說 我沒有斷三天 我會死 不要緊的 你可以嘗試輕斷食 即是16比8 或者是 18比6 20比4 如果你吃得對的話 其實是一點都不辛苦 OK 你必須在你吃東西的 window 即是吃東西的那個時間 4個小時 6個小時 8個小時裡面 吃到你身體需要的東西 而如果你是有長期的濕疹 你有機會是腸瘤的話 你怎麼知道 我們會問這些問題 OK 那我們會發現到 你是不是真的有濕疹 濕疹是由腸瘤引起 OK 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們每天都要喝骨湯 OK 沒有喝骨湯 骨湯對腸瘤 對濕疹 對關節不好 OK 對會臭筋 這些全部都是關鍵來的 我經常跟別人說 如果我從現在開始到死 我只能夠吃一樣東西的話 我一定會選骨湯 我不會選擇其他東西 骨湯有齊齊20種胺基酸 齊齊所有的礦物質 也有脂肪 那我只喝骨湯 我可以活到120歲 OK 即是 According to 你知道高官說 現在我們120歲的名字 所以就說 我們要這樣做 Jolly 你的問題 就是 斷食當中可以有骨湯 視乎你哪種斷食 如果你是水斷的話 當然是不行 但如果你是骨湯斷食法 是可以的 OK 如果是骨湯斷食法 我們會撇了油 我們會只喝骨湯 但你平時喝骨湯 不是斷食的話 你一定會連油 OK 好了 中醫那裡 就剛才所說 跟皮有關 當然外面 比如風 風邪 或者其他東西 都會有關 但是 我整個角度 與其我們說 哎呀 你這樣瘋子 你就不要跑了 你跑你會喘 你會扯蝦的 你知道你媽媽 經常用這個角度 就是你弱的就不應該受刺激 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覺得你弱的 你更加需要鍛鍊 所以不是說你皮 你更加要喝東西 中醫一定會罵我 我這樣說 不是 但你要加強你的皮的功能 OK 如果你懂得喊救 你再喊救 如果你有濕疹而是見我的話 你叫我教你怎樣去鍛鍊你的皮 OK 有些很簡單的exercise energetic exercise 你每天做 是可以放到你的皮 有些位置 你就這樣打它 輕輕敲它 就可以了 OK as far as 你可以 之前之後 OK 我現在幫你做個test 發覺你皮很虛 我教你 你踢某些位置 不是在這裡 這裡K27 跟腎有關 OK 你踢某些位置 踢某些位置 你踢某些位置 你身體的反應立即不同了 因為你幫助你的皮去強壯 OK 很簡單 那 好了 我們再講 但是 我們要留意這件事情 我們除了 要保護我們的皮 之餘 什麼保持心境開朗 這些 真的有些難度 老實實 但不要緊的 OK 你要想一下皮的對加是哪個 OK 即是我們說經絡 十四 十四條經絡 當中有兩條 有任督 不要理他 其實如果十二條 OK 皮經的對加是哪個 三招經 三招經 跟什麼有關 腎上線 聽不明白 OK 為什麼西醫會開 類固醇 就是跟腎上線有關 明白嗎 OK 腎上線的功能受到影響 所以 他跟類固醇的分泌有關 所以西醫會開類固醇的藥膏 或者類固醇的藥給你吃 OK 但是長期依賴會發生什麼事情 英國有個個案 就是他 查類固醇藥膏 吃類固醇的藥 吃到無效 已經出現嚴重的抗日性 然後變成了一輩子 已經做什麼都沒有用 OK 我們不想去到這一步 因為是相當危險 OK 所以不要依賴 OK 我們有很多方法去幫他 OK 例如說真的 做針灸是可以的 做針灸是可以刺激到 令皮變得更強 但是你不要單一看皮 皮的對面是三招經 三招經是你身體的壓力 我們叫做fight or flight 就是說 我現在面對著有隻獅子老虎 衝出來要咬我了 我到底是跟他打過 還是我跑 明白 現在不幸地 香港很多年輕人 都是面對著這個情況 OK 不斷面對著 就是我跑 還是我留下 OK 大部分的香港人 就算我們不是說 前線的手足 也是 我留在香港 還是我移民 是嗎 其實大家現在都處於一個慢性 的 chronic fight or flight 的 response OK 那這個fight or flight 就是 你想想我們現今的人 不同以前 以前就是 不是說 我們遠古的祖先 就是你真的看到黑豹出現 你才會要 那一刻去 trigger 這個motion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 就是說 這份工也是一樣的 你怎麼想 我是fight or flight 是嗎 就是我留在這裡 繼續跟我老闆死過 還是說我 辭職不做 OK 一樣是 留還是走 婚姻都是 老公都搞不定 走 這樣 OK 還是繼續留守 這段婚姻 所以不斷地 會在這個fight or flight 所以會令到我們的三招經 OK 是 受到創傷 OK 三招經 可能是逆行的 我上一集就是說 經過逆行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你是復甦不到的 那如果在功能醫學 功能營養學的角度 這個就已經變成 叫做adrenal fatigue OK 就是腎上腺功能疲勞 或者叫做腎上腺的功能不存 OK 那這個時候 你需要什麼呢 你會需要的就是 這些adaptogen herbs 就是幫助神上腺的植物 草本 有些是動物種植來的 對了 那 我適合哪一份 你可以看中醫的 因為腎這件事是很煩的 你會發覺呢 中醫是說先天 就是脾胃 後天就是腎 先天之本是脾胃 後天之本是腎 你會發覺最貴的中醫 中藥 不記得中醫中藥 就是 補腎的藥 補腎的藥 例如蟲草 不記得 綠蓉 還有這個 海參 還有什麼 綠尾巴 這些全部都是 當然有些便宜的油 金草也是 都是adaptogen 紅景天也不貴 但你試試吃夜晚晚 再喝紅景天 看你發生什麼事 你睡不著覺 所以其實每個人 需要的adaptogen有些不同 我有幸 就是 我的客人當中 有些是 我只覺得 看到會有壓力的 有些是博士生 有些是醫生 而 我有印象 我不開名 有一位 英國回來的博士 他就 吃了些食物 之後覺得好 好很多 然後他回來想再配 我想說不行 我要再幫你 Energetically check 到底你今次 是否需要再吃這些食物 因為其實 你的身體 為什麼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用這些產品 例如我用一個臉箱 這樣 我用了我覺得很好 但為什麼我用了一下 之後它已經沒有了效果 或者我吃一個食物 吃吃一下 但是沒有了效果 因為其實已經不是你現在 對不起 神力先天皮 後天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已經瘋了 我經歷逆行之餘 我腦都逆行了 很明顯 OK 好了 繼續說 糟了 斷了 餵好了 OK 我們不是那個東西 已經失去了功效 而是你的身體 現在的能量 不是需要那個東西 你明白嗎 所以就說 我們不要不斷地 吃著同一個東西 我試過有客人走上來 昨天再上來一次 就說 我們想要買維他命C 沒有 對不起 沒有維他命C買給你 你要維他命C 你去餵C買檸檬 就搞定了 你要Omega3 麻煩你吃魚 我經常都說這些 你一定要吸收 在它最原始的形狀 那裡吸收 OK 那如果你真的有濕疹的話 OK 減壓 這個反而才是真正最關鍵 減壓就是令到你的三朝經 不要再搶點能量 令到你的脾經沒有什麼用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因為資源只有這麼多 你身體的能量只有這麼多 如果你的三朝經不斷狂扯的話 好 好 好 就變成你的脾經是沒有什麼用 你的脾經如果再這樣沒有什麼用的話 它只會越來越差 就已經不是我避開不飲動的東西 就已經可以幫到 你明白嗎 OK 那 糟了 我先去看看 等等 先去找一個問題 我正在找看 對 嗯 OK 你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東西 譬如 如果有同仁 我們在說的是真的是純同 99%的純同 你可以把水放進去浸泡一晚 然後翌日這個水睡醒頭那四個小時 你什麼都不要吃,你只喝這個水 也將這個水拿來噴你有濕疹的地方 噴完之後,立刻塗藥膏 你可以塗剛才我和你說的牌子 Citaphil那些牌子沒問題的 或者如果你有金棧花的浸泡油 你塗金棧花的浸泡油 有些人會說,我穿了衣服的浸泡油 那就晚上才做 而更好的就是 當然我報到有些貨色審查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光顧我 如果你不光顧我,你也可以買剛才所說的Citaphil 還有就是俄羅斯那種石 刺石墨,你放一塊在銅鋪浸泡一晚 因為是有這方面的報告 是有幫助的,是有幫助的 噴噴噴噴,然後立刻塗藥膏 或者塗金棧花浸泡油 或者你喜歡塗椰子油也可以 OK 中醫會叫你塗紫蘑膏 中醫會叫你用生理鹽水 加魚腥草、金棧花、隱冬藤等等 所以煮完之後用來浸泡油 浸泡的目的是令它可以清熱解毒 都是那一句,你會發現有濕疹的人 就是一時發一時五發的 那一時發一時五發這件事 其實就是跟你的能量有關 能量,什麼在說這個案件 其實不是 所以我會聽,其實默倫呢 因為我覺得我的同事 她的老公說,默倫能量 我正在輸氣給你,你感覺到嗎 或者說,那是氣功 我會不斷拿來恥笑 因為其實默倫這件事 其實一早已經證實了 是內到什麼時候呢 是1988 是一間駐病的大學 UCLA的大學 已經證實了 那一個你可以自己上網查看的 是Dr.Valerie Hunt 他檢查過其實人體 不斷地放光 在他之前有些德國的教授 都確認過這件事 其實人不斷放光 OK 光和frequency OK 那是Between 250至2000的Hertesands OK 或者Cycles Per Second OK 可以嗎 其實這一個 你可以對應到 在這個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裡面 是Visible Light 我們有個字眼 叫做Bio Photon Bio就是生物學的光粒子 OK Foton光粒子 Bio生物光粒子 所以為什麼呢 檢查到默倫的一部機 就是你把手放進去 它測試你的手 放出來的光粒子 OK 的顏色 還有Between 250至2000 當然你是一個大成就者 一個大儒家士 你是一個高僧大德 你是教宗Himself Holy Father 你當然可能會齊齊整個Spectrum 一般人是由700Nm去到400Nm 400 700在底 700 什麼叫Nm 就是nano meters 就是放光出來 OK 那個Spectrum去到多少 所以為什麼會有氣場 OK 為什麼會有這個 拍照 OK 會拍到光圈出來 光環出來 其實這些全都是科學來的 只不過大家沒有聽過 因為你的醫生說 你讀中學的時候 教科書沒有講的意思而已 但是 It's all been proven OK 其實我們的身體 譬如底輪 是700Nm的 最接近地面 最密質的 最近的 是700Nm 去到頂輪 淺紫色 OK 然後再出 就會是這個Ultraviolet 就是軟紅的 而底輪再下的光 就是Infrared 軟紅外線 OK 那個Spectrum是在這裡的 其實不是 不是未proven的東西 是證實了的東西 OK 好嗎 對了 你會發覺 為什麼它會是好是壞 不是個個濕疹 都會濕成一輩子 有時候會是壞的 就是因為你的能量 而你的能量 在中醫的角度 就是經絡 在我們的角度 其實是任督二脈 更大 因為就是和你的脈輪有關 而濕疹對應的就是心輪 心輪是唯一有兩個顏色的脈輪 綠色和粉紅色 OK 而我們有個客人 我真的很想找她出來 一個女生 我跟她做過一次 consultation 她跟媽媽一起來的 是真人 如果你現在聽到節目 麻煩你 給我 就是她那時候 皮膚發炎得很嚴重 她走了去台灣 看了皮膚科醫生 那皮膚科醫生 叫她從現在開始 什麼都不要塗 只用水洗臉 OK 我跟她做 consultation的時候 她的臉是爆紅的 頸那些位置都是很紅 很紅的 紅得像我這些石一樣 很紅很紅的 OK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被燒傷的 OK 然後 教她怎樣吃 教她塗什麼 但我之後再開店 再看她 都不是有太大的差別 老實說 OK 但突然之間 有一次我看到她 喂 很漂亮 皮膚正常 然後我問她做了什麼 她說 沒有啊 我買了粉紅色的那隻杯 粉紅色的那隻杯 OK 然後她就這樣 就是單純地 是補充她 身體需要的粉紅色 因為粉紅色是Healing OK 是一個能量 療癒的能量 心能療癒的能量 就是粉紅色的光 OK 她用了之後 That's it 我問她有沒有塗什麼 沒有 你有沒有轉了飲食方法 不能跟進去那一套 但是就變了 漂亮滑了 OK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能量角度去著手 所以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濕疹的話 你怎樣在不同角度去著手 當然你飲食 我剛才所說 戒膚質 戒糖 然後戒了一些致敏原 可能會是 比如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 奶淚 先戒了 試一下 compare the difference 看看會怎樣 如果你附近 你有個傷術的中醫 可以做針灸 我們做針灸 針對皮 OK 然後你知道皮的對加是三招經 就是壓力 OK 如果你壓力一大 但是你的三招經 一 stress out 你三招經 把所有能量都拿走 就變成你的皮經 沒有資源用 它就會滑 滑的時候 當然 你不喝東西 叫做幫輕一下它 但其實你真正要幫輕它 是平衡對面的三招經 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OK 不要搶走那麼多能量 你要加強你的皮經 另外就是 我們說 如果三招經 真的是你的腎上線 很 stress 有adrenal fatigue 腎上線 疲勞的時候 你怎樣透過一些草本 還有一些動物組織 例如綠蓉 綠尾巴 蟲草 人參 紅景天 透過這些去幫你 但是 我真的會回答你 到底你需要的是哪一份 因為每個人的症狀不同 他需要的東西會不同 但是 如果你的腎上線照顧得好 OK 他沒有什麼壓力的時候 他會腎氣 腎水 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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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很平衡的時候 他自然自己運行得很好 他不會影響到其他的經絡 他不會取得其他經絡的能量 而其實經絡的能量 來自於哪裏呢 來自於麥倫 因為你知道 其實所有經絡都是中間的 任督二脈 生出來的 那裏就有七個大的能量中心 就是七個麥倫 明白嗎 那心倫主管是什麼 你想想 廢經 心經 心包經 太陽輪 皮經 胃經 肝經 膽經 三朝經 所以你們為何麥倫這麼重要 OK 好不好 下一集我們再講多一點麥倫的事 以及濕疹 如果有些事 如果有問題 請留言給我 OK 好嗎 今集講四十分鐘 就講到這裏 OK Bye